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web开发框架view.js 今天是咱们的第四期 今天的主题我写在这叫做处理用户输入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咱们让这个用户不光是给它显示页面 你看这新闻 看这个news 对吧 咱还得需要用户输入 比如说你输入用户名书口令 然后你上我这login 你登录一下 对不对 就说咱们偶尔需要用户输入 比如咱们上一个论坛要发帖子 那不得输入吗 对不对 那么在view.js里面 它如何处理用户输入呢 这个就是咱们今天的主题 咱们看一下 今天的知识点很简单 就一个叫做model model 反正是日语吧 叫做model 反正这么叫肯定是太难听 英语应该叫model 咱们就叫model 咱们就叫模型算了 我发言可能发的不好听 偏制语音 咱们就是这个模型model 好 咱们看这个属性是干什么用的 大家请看 我这写了一句话 我尽可能的简单 能说一句话的 我尽量不说三句 好 现在话题不少 咱们看 为页面输入框进行数据绑定 你看 就这么一句话 页面输入是什么呢 学过html朋友肯定知道 比如这个input input里面还分什么这个按钮啊 文本啊 选择框啊等等 当然这个选择框在下面 这个select啊 还有这个文本编辑区 就是说呢 用户输入的时候 咱们呢 给用户的输入框绑定一个模型 绑定一个变量 然后呢 让这个变量自动反映用户输入的内容 这个呢 就是v减model的功能 非常简单 哎呀 也不叫简单啊 因为我会它简单 可能没学的朋友他不会 他不简单啊 那没关系 您别着急 咱们往下看啊 首先 咱们先看 除了咱们最基本的html的输入的标记之外 还能输入一个什么 这是什么 组件 什么意思啊 因为view.js 给咱们提供了叫做组件的概念 然后呢 咱们可以为咱们的组件进行数据模型的绑定 这个呢 咱们后期会讲到 您就知道 它能绑定到输入元素就可以了 咱们看一下这个view v减model这个使用力啊 我这给大家尽可能是最简单的例子 给大家一句话讲明白 咱们看啊 这是标准的一个html标签 有一个id 和咱们这个view对象的选择表达式id进行一一匹配 这个是必须中的必须 好 然后咱们看啊 我这个页面有一个自然段 这个自然段什么呢 叫做你最喜欢的游 哎 稍等啊 这个应该用过敬语啊 应该用您啊 这真是试镜啊 您最喜欢的游戏是 是什么呢 我这没有写 我这用到是view.js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在哪定义 大家请注意 在下面定义 就是说我在这个数据区 为咱们这个应用程序 myapp定义了一个数据属性 这个属性叫做 这个变量名呢 叫做mygame 这个变量的值 变量的内容呢 叫做超级马里奥 也就是说 我呢 喜欢超级马里奥 我呢 会在画面中显示出来 您最喜欢的是超级马里奥 但是有朋友说了 我不喜欢超级马里奥 为什么 有点孩子气 那我喜欢什么 我喜欢黑魂 那怎么办 没关系 我呢 这下面给您提供了一个输入框 大家注意看 这是input的输入框 然后呢 我用vmodel这个属性 把这个变量绑定进来 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咱输入什么 它都会把用户输入的内容存进咱们的mygame的变量 然后咱们上面呢 又是要显示mygame的变量 那么呢 它会动态的显示出来 这个呢 就是咱们今天这个例子的目的 咱们呢 现在去实验一下 看看是不是这个效果啊 我把这个使用力考到咱们的index文件当中 好 咱们运行一下这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看看是不是咱们要的效果啊 今天咱们第四课是index 好 大家请看啊 您喜欢的游戏是超级马里奥 出来了吧 咱们现在这个超级马里奥 注意 咱们是绑定了这个mygame这个变量 好 比如说我这个不叫超级马里奥 叫超级马里奥 哦 这才怎么拼 咱们这今年新发卖的一款游戏啊 我简单拼一下吧 就叫这个吧 应该是错的啊 嗯 我不喜欢马里奥 我喜欢今年这个 类似于GTA的马里奥 哎 对 咱们叫马里奥GTA算了 好 咱们再看看啊 我刷新页面 哦 马里奥GTA 有朋友说你别老跟马里奥在这绕啊 我喜欢我的世界怎么办 没关系 咱们下面的这个文本框 注意 咱们的文本框绑定了这个mygame 这个变量的数据模型 那换句话说 咱们在文本框中数任何内容 它都会自动存到这个mygame变量里面去 然后呢 这个mygame变量会在咱们第一个自然段中显示出来 咱们试一下啊 空口无评 咱们试一下 首先我把这个超级马里奥删掉 大家请注意上面啊 它会同时把它删掉 非常简单 学过Angela朋友肯定知道啊 这个在Angela中实现也不难 比如说我不喜欢马里奥 我喜欢谁 我喜欢 我喜欢mycraft 可以吧 我的世界 大家注意看 我这一敲mycraft 上面动态的显示出来mycraft 非常的简单 这个呢 就叫做数据绑定 比如说它是微软出的 我这敲一个microsoft 然后呢 画面也会动态显示出来 这个就是咱们今天的内容 就换句话说 咱们页面中有一个view的变量 咱们这个变量呢 可以随意的显示 同时呢 咱们可以做一个输入框 让用户呢 可以动态的更改咱们的变量 以达到页面中显示内容更新的效果 这就是咱今天咱们的例子啊 非常简单 不知道您呢 听明白了没有 今天例子呢 我已经放到了开源中国的Git服务器上 请您参照 那么好吧 这个视频呢 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谢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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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下个视频 拜拜